行政院要推出振興五倍券 雖然引發了不少爭議 不過現在還是朝這個方向來前進 而其實在民進黨當中 也有不少的不同意見 現在還有其他的民進黨立委 像是鍾嘉賓以及郭國文 他們還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他們認為五倍振興券新方案 除了包括實體跟數位之外 還可以再增加20張紓困百元券 讓民眾直接領取之後 就可以去幫助一些小型的攤販 讓這些小型的攤販 也可以脫離現在的困境 不過現在行政院 還是朝這個五倍券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一些綠營的執政縣市 也誠意滿滿 已經規劃了加碼的方案 像是高雄就開始擬定 要加碼高雄券 也就是變成六倍券 另外在台南也正在籌劃 這個抽獎的活動 不過在新北 台北 還有桃園以及台中等等的縣市 都說要等中央政策推出來之後 再來加碼 不過現在五倍券其實在民間 還有在野黨還是蠻多爭議的 很多的人都認為 還是發信心比較好 這次媒體人趙少康就批評 二級 三級管制已經超過了大半年 台灣現在需要的其實是紓困 而不是正新 正新五倍券 這五級但是不就窮 他認為現在最好的方法應該是 排富發現金才最有用 他也進入的批蔡政府 执意要發五倍券 還可以用到明年的春節 其實是有目的性的 那麼目的是什麼呢 重壽康他接下來就提到了 年底有公投 而且明年還有選舉 所以他認為這個五倍券 根本就是用來買票用的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